非常伟大的史诗级的这样的一个比赛 怎么来分享一下你跟龙队这场比赛的感受 首先龙哥也是整个世界和整个拼弹 反正在我心里肯定是神一样的存在 然后今天可能龙哥打得非常好 而自己也是一直在落后 然后也是非常下风 然后最后能逆转自己也是没有想到 但是在场上可能自己更多的是专注每一分 其实不管是局分上1比3落后 还是局上局4比8落后 这样的被动局面的这种调整能力 我们也是看到了石头的成长 你觉得自己是如何有这样的变化的 可能在落后的时候 可能比以前好在了 就没有乱 可能更多还是没有放弃 可能以前在落后这么多的情况下 可能就就输了或者是可能就是不会去 再去抠了吧 现在可能成长就成长在这一点吧 可能在落后的时候还是一分分去吹吧 没有放弃吧 其实我们通过比赛看到石头这种实力现在越来越强 尤其是这种不讲道理的反手 大家感觉是如何修炼出来的呢 肯定是日复一日的训练吧 然后每天的训练 然后加上各方面的一些训练 还有就是平时做的 就是一天一天练出来的 那从阿拉木图到澳门 现在再到北京 接下来下一站 还有亚锦赛后面的比赛 那你觉得自己这样好的状态 要如何去保持呢 可能明天就会飞去哈瑟克塔吧 然后也是想着让自己进入 就是赶紧尽快进入下一个比赛吧 然后可能要更多是忘了这次比赛 然后赶紧进入下一次比赛 然后争取往前打 打好吧 谢谢石头继续加油 Let's see howlin shidong is practicing 你别推台行吗 还有 好的 哎呦 中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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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中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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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8 9 10 10 11 11 13 13 14 14 天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感谢收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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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 more about table tennis on my blog pingsunday.com get free ebook and coaching advices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